好 这一节我们讲UML类图怎么画 我们就不再演示PPT了 画UML类图我们肯定要对应着这个页面的功能 我们如果再演示PPT呢 来回切换会很影响这个视觉效果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功能摆在这儿 然后那个UML类图呢 我们把它放在这儿 大家应该也能看得清楚 前面先插几句 就是如果是让你去单纯实现这个功能 作为前端工程师的你 我觉得可能90%的人 甚至95%的人都不会想到 原来我要去画UML类图 原来这个功能还能画成一个UML类图 大家对比一下自己 是不是如果是没有提示或者说 没有要求的话 你是会不会没有这种想法去做 对吧 但是呢 根据我们软件设计的一些 或者说设计模式的一些思想来说 任何的开发 我们尽量的就抽象成设计模式的方式来做 如果是用设计模式的方式来做 那UML类图基本上都是设计的时候 避免不了要画的 所以说大家想一下 这个实现这个功能 到底怎么画UML类图 也就是说怎么去设计对象 怎么去设计类 怎么去设计这个东西的框架 对吧 你不能说 我一上来之后 我先渲染个按钮 然后绑着一个实践 然后再去循环渲染一个 直接针对DOM操作 这样的话 不是面向对象的一个思想 也不是面向对象的一个特征 可以说是面向DOM 虽然说这个词不是很专业 面向DOM变称 这一点呢 是自从VOE和React来了之后 这一点是被大家立即扁弃的一种做法 就是面向DOM变称 虽然说我们这儿没有用VOE 没有用React 也没有我们自己实现一个VOE和React 我们依然用了DQuery 但是呢 我们这儿 还真的就不是面向DOM变称 我们是面向对象变称 另外说一句就是 我最近在团队中整理面试题 然后也参与了好多面试 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面试 通过ES6的这个class语法来写面向对象 以及画UML类图 这个题到现在为止 面了那么多人 基本上没有人能达到60分 比如说完全答对 达到60分 特别是针对这种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同学来说 我们是很关注你的这个设计能力的 如果是说出一个题目 比这个简单多了 那个面试题 出一个题目 你如果是设计不上来 UML类图画不上来 这样的话 特别是你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话 针对面试官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因为他招聘你进来之后 你已经是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的同学了 他招聘你来之后 不是让你就是像小驴拉墨似的光干活的 还得要你去设计东西 OK我们那个不再说题外话 还是如果大家愿意想呢 就暂停下来想一下 自己去试着设计一下 当然也可以跟着我继续往下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UML类图到底长什么样子 大家看一下 这个demo可以三人忽略 它是个入口 我们真正写的时候 也不一定写一个classdemo 这个可以忽略 但是其他的像APP shopping cart list cart 还有这个item 这是必须有的 而且和我们代码中是一对应的 好 看到这五个class的时候 我想如果是你前面学了设计模式 画了这么多UML类图的时候 你应该是有一点感触的 应该是有一点感触的 不能说一点感觉都没有 这个图怎么会和这个页面能对应起来呢 如果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那可能你学到现在这个地方 不是那么的符合我的预期 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我们这件先不画图 我们拿了结果来分析 大家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这个页面 对吧 我们把这个页面呢 不作为一个页面 我们把这个页面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APP 作为一个 功能 就是整个功能的集合 所以说我们这儿 也要一个APP的一个class 对吧 就是到时候我们要 触划一个APP的实例的时候 它就是这个页面 对吧 APP的class呢 它首先要有一个element 就是这块对象的element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APP 整个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这个 DIV ID等APP 就是这个APP 整个的这个 盗墓节点的容器的一个 一个元素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element 因为它要往里面塞东西 对吧 这是必须有的一个属性 然后呢 还有一个innet 就是处理化 就是每个APP 都需要处理化 对吧 处理化的时候呢 我们要处理化两点 第一点呢 是innet shopping cart 还有innet list 什么叫innet shopping cart呢 其实就是处理化这一块 就这一块 这一块是购物车的一个模块 对吧 大家看下边这块呢 是一个list 就是一个购物列表的一个模块 所以说我们要分别innet 购物车 innet购物列表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我们要处理化 怎么处理化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处理化APP 是一个套路 我们分别看一下 咱们先从列表开始看吧 innet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要引用这个list的这个class 就是列表的这个类的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实例中呢 我们要处理化 处理化的时候呢 大家看有innet是吧 就是因为它的innet 然后innet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列表 也得有一个容器 对吧 就是这个element的这个容器 是哪个容器呢 其实就是这个容器 虽然说它没有id 但是它确实是这个容器 然后呢 还得把这个app的实例 给它引过来 为什么不引过来呢 因为这个列表 处理化的时候 肯定要渲染dom 对吧 渲染dom的时候呢 它肯定需要app的这个element 所以说把app也引过来 到时候使用它的element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在处理化这个列表 处理化列表的时候呢 我们要处理化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录的data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 服务端的数据获取到 对吧 我们说过 是这个json文件 我们要获取到服务端的数据 然后呢 我们要innetitemlist 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列表中的 每个item 就是每一项 都给它调用完 执行处理化 对吧 完事之后 再去render 再去渲染 渲染的时候呢 就是相当于 把我们处理化的结果 都全部渲染到这个app的这个element里面 就是它的复容器里面去 好 这是数据化列表 然后接着往下看 innetitemlist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针对每个item进行innet 进行数据化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需要一个item的class 这个item的class呢 肯定第一点还是需要一个element 就是每个item 大家看一下 每个item都有element 对吧 每个item都有一个容器 大家看 这是那个容器 是吧 好 然后呢 还需要list 为什么还需要list呢 list就是这个list的一个实例 需要list就是说明 跟这个list需要app是一样的 因为item的渲染的时候呢 这个window的时候呢 需要把它本身 然后渲染到这个list的element里面去 所以要把list引过来 还有个data data就是说 我们渲染列表的时候 肯定得有数据啊 对吧 比如说这个名称是什么呀 价格是什么呀 这个按钮的文本 按钮的文案应该是固定的 主要是价格和名称 价格和名称 你得有数据 对吧 你没有数据的话 我也不知道渲染啥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一个购物车 为什么需要购物车呢 因为这个 每个列表项都有一个按钮 咱们演示过啊 这个按钮 一点击的时候加入购物车 再一点击删除购物车 从购物车删除 这都需要购物车的操作 对吧 购物车的操作 就需要引用购物车的一个实例 但是购物车的操作在上面 我们等会再说 需要引用购物车的实例 OK 属性完事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每次初始化这个item list的时候呢 就是每个item都要去初始化 比如说这个item初始化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初始化content 就是相当于 我们要初始化 content就是内容嘛 就是我们把名称和价格给初始化 然后init button 就是初始化按钮 其实就是这个按钮 对吧 然后呢 再是add to car handler 还有delete to car handler 比如说我们点按钮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添加的购物车 有的时候是从购物车删除 就执行这两个函数 这个没问题是吧 但这两个函数肯定操作的 也是这个 就是这个cut里面的一些东西 但是这是后面我们要讲的 最后是render render的时候呢 就是把列表的每一项 都给它渲染到这个list的element里面去 这样的话渲染完之后 就是有这样一个dom的一些节点 对吧 好 我们再顺利往下找 就是我们再点击按钮 添加的购物车和从购物车删除的时候 都需要这个cut cut呢 它肯定有一个list 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购物车的列表 对吧 然后呢 可以添加 可以删除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就从购物车删除和添加的购物车 还有一个get list get list是这个显示用的 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说 大家看 从app到list到item到cut 这个逻辑都清楚了 对吧 然后呢 再是我们还没有讲那个init shopping cart 这个呢 其实跟init list一样 就是说我们要引一个上面cut的一个实例 然后它还有一个element 然后它还要把app引进来 然后它还有一个cut 就是它也要引用购物车 因为它要显示购物车的内容 init button完事之后 点击button的时候要showcut 就是点击button的时候 点击button的时候 我们要去显示购物车的内容 对吧 但是现在购物车中什么也没有 显示购物车的内容呢 我们就需要cut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get list 刚才讲的get list 就是获取这个list的所有的内容 最后呢 我们是run的 就是把这个 就是这个shopping cart的这个实例呢 给它渲染到这个app的一个element中 大家这么看 是不是这个界面 就是特别符合这个明显对象的一个特征 它其实就是 可以用明显对象来实现 而且用明显对象实现的时候呢 会特别清晰 而且如果是你拿这个图去做设计 开发设计评审 或者说拿这个图去给其他人讲课 去给让其他的新加入的同学 来了解你这个系统 或者说拿这个图 再去做以后的设计评审 比如说我加了一个什么方法 加了一个什么属性 加了一个什么语言关系 加了一个什么类 这样的话就特别清晰了 这个图一来之后 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怎么写的 接下来代码怎么写 肯定会特别清晰 所以说 大家都现在为止 应该第一点是什么呢 你能体会到这个UML类图和这个界面的对应关系 第二点呢 你能体会到原来通过UML类图看 整个系统的架构是这么的清晰 这么的简单 而且呢 也很容易和别人沟通 和别人去开会评审 但是你现在可能不会知道 就这个图到底对应怎么样的代码结构 就是说图是这样的 到底我也懂 它跟这个对应关系呢 我也能看明白 我也知道这个图是可以简化我们的工程成本 但是这个图到底要写成什么样的代码 就是说每个方法到底要怎么写 怎么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个界面给它画出来 给它渲染出来 你虽然讲的是什么引用 什么什么引用 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后面肯定会代码演示 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在代码演示之前 我还要带着大家把这个图呢 再去画一遍 就是我们虽然讲了一遍 我们还要画一遍 大家要跟着我一起画 我们画的时候呢 还是要对应着这个界面来画 好 这一小节我们就 幽面类图的讲解呢 就先到这儿 下一节我们去讲解这个幽面类图 怎么画出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